看似平常的石壁 每隔三十年 竟会生下一枚石弹 当地的村民叫天龙弹 古老而神奇的村寨 将它视若神灵 顶礼国败 放在家门口保佑 我们家的平安 到底是天降神弹 还是远古化石 外面的人悄悄来 卖到广东 就要五六万一个 事实上是否真有 石头下弹的神秘现象 一颗个石弹背后 到底蕴藏了 怎样的神秘力量 敬请收看 X档案之 诡异的石头 贵州三都 水族自治县 有一个叫 咕噜寨的原始村落 深夜常常会出现 三三两两的身影 打着火把 扛着锄头出门 围着村里的大山 寻寻觅觅 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深夜才出门 天亮前 又急匆匆赶回家 原始部落在大山里 究竟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 看索未知一云 归荡奇妙世界 大家好 我是毛总 这里是 X档案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幕 时常发生在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一个叫 咕噜寨的原始村落里 这些围着大山 寻寻觅觅的人中 既有本地村民 也有牧名而来的 不俗之客 难道这里发现了 价值连城的古墓群吗 他们是来盗墓的吗 可是当地却并没有 这样的古墓出现 或者是当地特有的 一种劳作方式吗 可为何偏偏有不少 外地陌生人 也纷纷效仿 他们共同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古鲁寨是三都县 典型的水族村寨 自一千多年前 水族的其中一只 迁入前南至今 这个村寨 已经经历了千年的风雨 这里的村民告诉记者 这样昼浮夜出的现象 在村中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那么他们到底 在寻找什么东西呢 天龙蛋 天龙蛋 村民口中的天龙蛋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多人 对它趋之若鹜 人人都想 据为己有呢 保佑大家身体健康 五股丰顿 就是像那个菩萨一样的 保佑我们平安 保佑我们的生活 天龙蛋 保护神 从村民的口气和眼光中 流露出的那种虔诚 我们明显感觉到了 一种对神明的敬动 那么这天龙蛋 究竟是什么宝贝 我们决定一探究竟 在三都县旅游局负责人 阮军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 孤鲁寨的一处大山里 沿途绿意盎然 小溪流水 水车蝉鸣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 桃花园版的美丽画卷 用水家人的话说 家乡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 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 总算看到了村民 静若神灵的 天龙蛋的庐山真面目 是这样的蛋 对这个 形状像蛋一样 这个石蛋 这不是天然的吧 这个是天然的 这个是石头里面 柴下来的 自然形成的 怎么会这么光滑 这么有规则呢 它是柴下来的水沟里面 经过这个早年的水沖洗 就把外面沖光滑了 这些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它有的圆有的扁 对对对 但是它形状还是圆的 形状是圆的 就像蛋一样的 这些天龙蛋直径大多 约30到50公分 形状或圆或扁 呈赤青色 质地坚硬 笔柱很大 没有风化现象 而且这石蛋上 还有明显的 与树木年轮 类似的圆形纹路 但是这些石蛋 也仅仅是 形状奇特的石头而已 咕噜寨的村民们 为什么会对他们 敬若神明呢 可寨民们 却信誓旦旦地称 现在能看到的这些蛋 都是上面 一处山崖孵化出来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块山崖 生出了这些石 石蛋 石蛋从山里孵化出来 这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 从古至今 只知道母鸡下蛋 还真没听说过 石头也能铲蛋孵蛋的 这简直就是母猪会上树啊 不可能的事嘛 但是当地人 对石头铲蛋说的是 毋庸置疑 难道冰冷的石壁 真的能生出石蛋吗 这个神秘现象 像一团迷雾般笼罩在 灯杆山下 这片水族之乡 在阮君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山腰位置的 一处山沟里 眼前的一幕 让记者吃惊不小 阮君说 这就是铲下石蛋的铲蛋芽 仔细看铲蛋芽 这是一块长约百米 高约六米 表面凹凸不平的芽壁 几块巨大而尖利的岩石 横跟在高处 极为险距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 我们还看到了铲蛋芽生蛋的活证据 石蛋就在相对凹进去的芽壁上 安静的孕育着 有的刚刚露头 有的已经生出了一半 有的已经发育成熟 眼看就要与山体分离 一些已经成熟脱落下来的石蛋 随意的躺在山坡草丛中 当地的水族人用的是水语 称这道芽尾 就是汉语铲蛋芽的意思 阮军说 这种石蛋随意掉落在草丛中的现象 是有关部门 这两年对铲蛋芽 实施了严格管理之后才出现的 在没有进行管理之前 石蛋一掉下来就会被人抢走 有人甚至爬到岩壁上 去敲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石蛋 之所以这样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些石蛋 有着相当漫长的蝉子鸡 这下蛋的那个草丹药 这把这些捞一笔 哦 还没孵化出来的 还没孵化出来的 你看 雕掉下来的石头 这还有五年二十年的鱼 你看看这里 最容易掉到石头上 可能是那块出出来的 出出来的那个 那个可能把鱼先拉开 它可能快掉下来的 那它这样掉下来估计还要好多年 十年要不要 至少要十年多了 还要十年 对 哦 那它现在等于它存在已经有二十年了 有二十年了 那么它完全掉下来 可能还要十年时间 对对对 我看它马上就要掉下来 你看那牛两块都快掉下来了 这看就马上掉下来 其实还是要十年的它这个 这个一个石蛋的预产期蛮长的 一个石蛋的预产期要三十年 它完全是自然脱落下来 自然脱落下来 不用外面 据不完全统计 从村民收集第一枚石蛋至今 这产弹崖一共产下了两百多枚石蛋 按照三十年产下一枚石蛋计算 那么村民在六千多年以前 就已经开始对这些石蛋视如珍宝了 其中一百多枚石蛋被村民足足备备 当成传家宝保存了下来 其他的有些散落在山沟密林之中无法收集 有的被卖到了山外面 我们粗略地数了数 那些从崖壁上已经显露出来 还没有落地的石蛋就有六十多枚 没有开发保护之前 外地的村民外面的人 悄悄来推卖卖到广东 都要五六万一个 现在开发保护以后 就不准推卖不准大了 一个蛋就有五六万块钱 对对 有些五六万也有几千块钱 就是价格不正的 自从产弹牙的石蛋能卖钱的消息 传开之后 一时间找蛋 挖蛋 偷蛋 卖蛋之风 在村里蔓延开来 一些闻风而来的外乡人也贪货进来 这才导致了石蛋被盗的现象 时有发生 而这些人为凿下了石蛋坑 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这个洞的话应该就是当时盗 到这个石蛋的时候挖了 对 以前这条路还没修的时候 是个小路 小路当时比村民们盗去 所留下的一个洞 这个就是这个石蛋 石蛋拖出来 比村民盗着那个石蛋 欲望往往会使人疯狂 这也难怪会有人在夜晚 打着火把上山寻宝了 要知道一颗石蛋就价值上万了 疯狂到时的行为 最终在政府部门的强令制止下 逐渐得到了控制 可是就这么一块石头 凭什么值得人们如此追捧 又为什么买得如此高价呢 这石蛋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整个孤鲁寨虽然只有20多户人家 寨子里却保存了100多颗石蛋 平均每家5颗 孤鲁寨的人都以加油石蛋为荣 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谁的家里有石蛋 谁家就会人处兴旺 衣食无忧 所以每到晚上 人们就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收进去 这些石蛋中最大的一枚重约300公斤 截面直径达到60厘米左右 当地水族人称为给定王 因义为石蛋王 关于石蛋王流传着很多故事 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很多年前 一对水族夫妻婚后 一直没有孩子 整天郁郁寡欢 有一天 妻子上山打猪菜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 这枚石蛋王瞬间闪闪发光 犹如一双婴儿的眼睛在召唤 从此这位虔诚的妻子 每天都到这里来 用手轻轻抚摸石蛋祈祷 第二年果然生下了一个胖儿子 没有男孩 没有男孩 可以拜 没有男孩 就去拜一下 拜一下就能生个儿子出来 去男孩 可以 能不能啊 能啊 您去拜过没有 去拜过了 你去拜过没有 去拜过了嘛 我拜过了就一个生了 从此 无论谁家要办什么大事 讲祈福求愿 或者希望家里增添难盯的 大家都会来到这里 祭拜石蛋王 逢年过去都要去拜 那么是每家每户都去拜 还是想去拜就去拜 每个人 都必须去 能卖很高的价钱 能给村民带来平安 甚至还能决定生男生女 也难怪村民们对他心存敬畏 顶礼膜拜了 这圆溜溜淡黄色的石蛋 究竟是什么质地 它究竟是不是石头呢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呢 村里人不明白 这些花高价买石蛋的人 也弄不明白 很多人针对它的形状外表 进行了种种猜测 更有甚者一口咬定 它就是恐龙化石 那么也就是说 若干年前这里生活过 有过恐龙的痕迹 那么就是说 也不排除这个就是恐龙蛋 也不排除 恐龙蛋 这也算是一个大胆而惊人的猜测 其实也难怪大家会这么想 看石蛋的形状圆乎乎的 的确像是恐龙蛋 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恐龙蛋最多的国家 贵州省境内也曾经发现过一些恐龙的骨骼化石 我们就是说就是龙鸡蛋 龙蛋 但奇怪的是 在贵州境内 却迄今为止从未发现过恐龙蛋化石 如果这些石蛋 果真是恐龙蛋 那么它们将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 那么这些石蛋 真是恐龙蛋化石吗 要从形状和大小来说 产弹芽的石蛋 平均直径30厘米 这和曾经在不少地方发现的恐龙蛋化石相比 十分吻合 另外 恐龙蛋化石 虽然有蛋壳结构 但长期分化 落露出的纹理和石蛋相比 也有些相似特征 这些证据是否表明石蛋 就是恐龙蛋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还有一个疑点 无法解释 贵州地区的地质年代 属于三叠纪 而恐龙的出现 要比三叠纪晚了整整5000万年 因此恐龙蛋 怎么可能早于恐龙5000万年 而在三叠纪的地层里被发现呢 但是这些圆圆的石蛋 如果不是恐龙蛋 它们又会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有一个理论 它很可能是恐龙蛋化石 但是我们在野外一看 它显然不是恐龙蛋化石 经过多次考察 王上燕博士希望通过测定这些石蛋 所形成的地质年代 来最终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他不仅在铲蛋崖上 对所需要的岩石样本进行了采集 同时又在三都县的周围 广泛勘查了一次地质环境 并采集了周边类似的岩石样本 一起带回实验室 然而经过分析测定 王上燕发现石蛋所形成的年代 既不是侏罗纪 也不是贵州分布最广的三叠纪 而是比这些地层更早的寒武纪 这些石蛋它们形成在 五亿年前的寒武纪 那么到现在已经五亿年的历史了 那么它们从蛋的怀孕 到最后下下来生下来 经历了五亿年的历史 可以说它们生蛋的时间确实很长 王上燕还发现 产蛋崖上的石壁 是有一种泥岩构成 而石蛋却是一种很常见的灰岩结构 这些与周围地质成分 截然不同的灰岩构成的石蛋 究竟又是如何跑到 五亿年前的寒武纪石头里去的呢 王上燕分析 在一年前的寒武纪 贵州三都还是一片深海 当时有一些碳酸钙分子 有利于深海的软泥中 在特定的化学作用下 它们渐渐凝聚在一起 形成结合 经过上层沉积物的不断压石 软泥和结合都变成了 埋藏于深海地下的岩石 软泥形成了泥岩 而结合成了石蛋 经过亿万年的地质运动 它们最后暴露于地壁后 远看灯改山 它正像一只形态逼真 展翅高飞的老鹰 而更为奇怪的是 白色的产蛋芽 不偏不倚 正好就在老鹰的腹部 任何生物在繁衍后代的时候 都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周期 才会绿绿成功 刮手递落 难道这座 形似老鹰的灯改山 会是活的吗 否则又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 在操控着这三十年 才下一次实弹呢 对于这一极特的现象 咕噜寨的男男女女 都无法给出答案 经过对岩石特性的充分测定和实验 王上燕最终揭开了谜底 由于它的成分不同 大家知道了 它的膨胀系数不一样 那么膨胀系数不一样 经过这若干万年的 这个膨胀搜索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种差异 那么这个基底分化的要快一些 那么这个结合了 分化的慢一些 时间一长经过这个风吹 雨淋 日晒 然后在重力作用下 突出来的石弹 它就会自动掉下来 古一年前的寒武纪 当石弹形成并暴露于地表后 由于差异风化 泥岩构成的崖壁 风化速度快 而结合形成的石弹 风化速度慢 当泥岩层层风化剥落 石弹就慢慢孕育而出 由于围岩的风化速度 大约相差30年 所以每过30年左右 围岩风化后 石弹在重力作用下 就自动脱落滚落到山脚 这就是产弹岩产弹的真正秘密 石头生弹的秘密 终于是完全解开了 原来既不是珍贵的恐龙化石 也不是石神显灵 孕育奇弹 弹里只不过是些 最普通不过的灰岩 不过纵使如此 产弹岩依然是灯感山 最奇特的奇观 是孤鲁寨居民心中 最神秘的圣地